大馬路上一部手禮車停在代轉區跟斑馬線的中間 拉近看駕駛竟然在吃便當 有目擊者說他一吃就是10分鐘 只是大喇喇的停在馬路上 心臟要有多大顆才能安心吃飯 影片中的地點就是在高雄保南二路跟南華一路口 巴巴腳下 這裡大家車速都不慢 駕駛當時就是停在這個代轉區的旁邊 後方車如果沒有注意很可能就會撞上 很傻眼很奇怪啊 那為什麼要這樣子做 台灣車子太多這種狀況經常見 影片碰望有網友直呼太扯了啦 還有人說這到底是有多餓 看起來真的是餓昏頭了 其實也曾有駕駛直接把代轉區當停車格停在上面 或者是像這樣情侶吵架 竟然把車放置在路中間 兩人汽車離開 像這樣路中擋道罰600元到1200元 違規停在代轉區則是900元 如果停到了斑馬線上如同闖紅燈 則是開罰1800元 這會駕駛貪圖方便吃便當停在代轉區跟斑馬線上 如果出意外可就不是罰錢了事這麼簡單 記得高雄綜合報導 感應快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